大家好,欢迎收看球哥的影片 赛季在变,球哥的独奶精神永远不变 当独行侠连续两年季后赛一轮游出去后 球队领袖冬季奇感到不满后 球队老板库班已是不得不对球队 进行大规模的人事变动来证明冬季奇的绝对地位 于是,在赛季结束后的不久 球队的总经理和主教练便人下台 那么独行侠在确定新的主教练人选 以及总经理之后,下一步该怎么行动 最近他们便是向所有人展示了他们的下一步行动 众所周知,基德接手独行侠的时间是非常关键的起点 毕竟,卡莱尔离职并非战绩不佳等成果上的因素 不看过往的表现 但是过去两个赛季,独行侠的成果可以说得上 是超过计划中的时间线 而冬季奇也比预期中的更快挣扎 已经是联盟最佳一阵球员 且准备好竞争年度最有价值球员的架势 但是由于与冬季奇存在着冲突无奈下课 而总经理也是同理 都是与冬季奇存在着不合而离职 选择了与他更亲切的人来担任 而原因便是,冬季奇的新秀合同即将到期 球队不可能就这么放走冬季奇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新冠上任的主教练和总经理的下一步行动 便是围绕着冬季奇继续建队 也就是说,球队需要在休彩期 对自由市场上的球员进行追逐 于是我们也就可以看到 近期的独行侠频频出现在各种交易留言中 先是关于伦纳德的 一旦他跳出合同 那么独行侠便会猛烈追求 还有就是近日爆料的康利 相比于伦纳德而言 独行侠追求康利会是更现实的目标 而且对于球队来说也是更合理的选择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季后赛和快船大战机场过程中 冬季奇要负担帮队友和自己 创造大部分的投篮机会 但显然,越到比赛后半段 冬季奇体能交流的缺陷就越发的被放大 在常规赛 这任务主要是布伦森来协助东季奇 布伦森常规赛场均12.6分 3.5助攻 也的确是能够尽职性责 然而 到了季后赛 布伦森仅185公分的身高 要扛快船的拳风线阵容相当致力 因此 在本赛季球赛出场的四场比赛中 他仅22投7中得到18分 无论是帮布伦森培养出 能在轮换防守下 还不落居劣势的能力 以及替球队创造更多投篮机会的分球组织 或是找来有持球能力的封键 尽快帮东季奇找到帮手 都成了独行侠最重要的任务 也是要打到季后赛更深处的补强 而球队若想找到符合阵型的人选 选材标准最理想的就是找到积德类型球员 来补强第二阵容 不但能传球也是具有外线 还能组成如过去 向和最佳第六人泰瑞成为痛打对手替补的组合 而从过往的球队组建过程来看 东季奇的这名搭档其实是布尔金吉斯 然而 他在2019-2020赛期受伤前 还比较有副手架势 但到了受伤后 季后赛中 他却攻防两端都不再具备优势 仅剩13.1分 5.4篮板和29.6%的外线命中率 多次连大控档都无法命中 可以说 他的表现完全不足以撑起现在的东季奇 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 球队也是需要寻找新的搭档 来配合东季奇 而休赛期将进入自由市场的康里 无疑就成了最佳选择 虽然 在爵士打球的康里 赛季场均仅拿到16分 这个得分 在西部后卫中并不算高 但是要考虑不同球队的战术背景 爵士这支球队的战术主攻点是米切尔 同时 球队注重团队篮球进攻 讲究利用分享球 找到一个更好的空位投篮机会 所以康里并不是一名砍分型的后卫 但是康里在进攻端十分高效 他的外线三分命中率高达42% 这个数据对于一位非纯射手球员来说 已经相当不错了 说明了康里在外线具有很大的威胁 康里场均能够命中2.8个三分 出色的外线投篮也为他的突破惦念了基础 也不仅于此 康里的传球能力也同样很强 他场均能够五个助攻 他的很多传球并非助攻术能够体现出来的 例如 他突破吸引防守包夹 传球给外线经营者 如果没有第一时间出现机会 可以再传给投篮能力更强的球员 所以 很多传球没有转化为助攻 但是进球是通过康里的传导组织的 康里在进攻端的作用 是数据体现不出来的 他的助攻失误比非常高 说明 他在空位领域能够完成有效组织任务 康里的效率为9.2 这个数据排名全联盟第二 尽管得分助攻并不算高 但是对于比赛胜利贡献值高 可以说 他的能力和表现是完全契合东气棋所需要的 也是契合球队所需要的 因此 一旦他和东气棋搭档后场 他可以打有球和无球 与东气棋的搭档令人期待 那么康里真的会去独行侠吗 显然 在有了明确人选后 压力又全都来到了球队管理层这一边 毕竟 早在康里上一次成为自由球员时 独行侠就曾经有意追求康里 但最终 康里选择与灰熊许约 并且之后被灰熊交易到绝止效力 可以说 他们已经是被放弃过一次 而这一次 他们想要说服这位全明星级别的球员 来到达拉斯开启下一站 显然是需要很大的努力 再加上独行侠 保留薪资空间 希望在休赛期限下 大咖明星的计划也落空 他们最想的字母歌 也早已和雄鹿续约 而伦纳德和快船续约的几率也很高 其余自由球员 都并非适合独行侠的年轻风险 因此 他们是极度渴望 能实现一笔大交易或者签约的 而这其实 也是球队找来哈里森的主要原因 要运用他的人脉和人气来吸引球员 自从2011年得到总冠军之后 独行侠就对全明星球星没有太大吸引力 但是爵士显然也是希望能够让康里回归 毕竟 他在爵士的表现不足 还作为替补参加了今年全明星赛 因而 独行侠需要与爵士进行强人大战 不管怎么说 对于独行侠而言 他们现在的压力十分巨大 毕竟 他们既要与东七旗达成许约 同样 要在自由市场上做出相应的签约来满足东七旗 同时实现以他为核心的签队 但照现在来看 这条道路还有很长的时间 因此 接下来就让我们期待独行侠 会做出哪一系列的交易举动吧 以上就是本期球学家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球哥的影片 就请点点订阅 要想看球不糊涂 订阅球哥不含糊